國泰航空旗下的A350客機引擎令部件出現問題 導致部分航機需要停飛 星期三國泰再宣布 預計於9月5日至7日期間 要額外取消11對來回短途航班 前後一共有45對航班取消 同樣有用A350客機的新加坡航空表示 目前用該款客機營運的新航航班沒有受到影響 但正是檢查旗下A350-900機隊的XWB引擎 亦正聯繫空中巴士公司 與盧斯萊斯公司所謂預防措施 事件源於一架國泰航空A350航機 星期一凌晨前往蘇黎西途中 機師發現警示燈亮起 懷疑引擎削火 需要示範香港 是全球首例A350航機引擎故障事故 國泰旗後檢查旗下所有48架A350航機 發現有部分航機引擎零件需要更換 取消未來幾天多班區域航班 預計可以在今個星期六恢復正常運輸 亞 亞 濱 亞 首位 亞 邰 亞 虜 亭 亨 亨 淡 奈 海 南海 山 南海 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